嗯 好我们上面有屁 大家可以在游戏内置对换一下 趁现在但与此同时打起来了二房 这个位置 这怎么在这这个位置一点招没有啊 拉进来先打一个 这是阿杜吗在车底 破里真惨 日本代表队已经被锁在了房间内 在这个房间里面躲不了啊 这一颗雷两个人直接原地起飞 撤开了 脚步我听着听着兄弟你耳机 选择主动出击直接再完成一波 哎不给我个人的一波三杀 一穿三结束 来了 一枪头再接一个接第二人 又吃一枪头打下来没问题 但是碧欧的出枪明明是直接被放倒 这边沿着出枪的话又是再下一人 一瞬之间 中国台湾赛区全明星代表队只剩下了一个啊 是的但是明明这个位置 就我想我刚才想补充一句就是最好是不要吊人 哎现在就看能不能架出了哇小索拉 左次甘拉 啊又来了甘拉皇帝 也轻回 听到了脚步声 先修脚 但是对手是先架着的位置 双方的反应的速度都很快啊 眼里这边的话也是通过这个修脚的位置 直接将其给补掉了 这波为了为了保住明明真的只能干拉 但没办法 想救兄弟 又一波修脚跳了过去 是的 必须有人要站起来 一个只有小索受伤的世界出现 哈哈哈哈 还好就是 衣服的加上自己几个人的协同去清点 那这种失误率就不会那么出枪了 原点的对枪 那边的话小鹿是直接被放到 而前面的火力 不要骂死也是出枪了 然后尝试性的看能不能帮队友架回来啊 因为队友还需要跑位的 哇但是这两枪卡住圈形的边缘 哦 这边卢凯跟队友的急火雷是想要直接把坑里面的巴西代表队直接炸飞 呃一个机会再炸了再来一个再一颗哦哦哦呦呦这三个人直接 再补上一枪最后一个人淘汰掉三个人头直接蹦出来 另外一侧 这个应该叫什么 德式盲扎 德国战车什么是 是德国战车 但是被美国直接美国赛区赛区和 嗯泰国赛区还是离得非常的近 哦 以诺内克斯的一个出枪 击到了 而且这个位置有很有可能被捕 加强架回去嘛 但是还是被捕了呀 强险脚的越多的越南来了越南赛区那边高高点等了半天 这把销音迷你 孩子的扭他求生用真的好强 但是真的是不可能让你活下去的 嗯他刚才扭了至少有将近十秒 这十秒的时间都没有对着非常的难受的 因为他拔场内部本身有人能呆的角度就不会特别的多 这样九十度的夹角强线就会让他有出现击倒的可能 嗯侧面 被看到了 嗯没有位置能跑很难进圈了 周平安在往 飞机残骸的方向去考 想过想过难进 就进几个圈机会 你哎呀 这脚弱鼓掌 这完了呀 这这么长时间没让他打开局面 直接侧面找到机会了 气 哎 这几个老哥 我真的是 给我看白了 第一局结束的时候 我说吧 我说土耳其赛区和这个印尼赛区 他们的目前手感还没有打 怪 真的你说 这个对土耳其赛区好像只有三 他们是稍微的聪明一点哦 呃周平安这波找到了一波被刺了来了 一摸一 对手他是有烟 往烟里扔颗雷看有没有机会 打同步 打掉也可以可以可以 有有补机会他队友刚好拉远了 是不是对了能补烟也散了 可以 还雷还多 嗯与此同时 感觉 因印尼代表队也冲了上来 有个空可以可以再往前走一点点 有个冲枪 哦 faxi 哎呦气死我了 没有不到 远点的乡线刚好就能看到 还有雷就距离有点远 哎呦距离再近一点 我说这个雷就可以完 完美的就是打到车阵里面去 对再操作一下 加拿大赛区和美国赛区 啊这美国赛区的出出角度太好了呀 嗯 他这个圈边完美的玩起来了 对 除了刚才在平地奔波 被以诺那次比较稳健 蓝圈来了呀 完了这个蓝圈扛不住了 确实没办法了 是的 尽力了这把这把将军尽力了 这一局吃鸡笔个关键点吧 就是首先 美国赛区他这边是 三个人嘛 然后三个人要打一个西部 那防守他的就是 呃芬兰队加越南队的两支队伍 满边去针对他 所以我们先排除一个错误答案 就是美国容易 在 USA开撞 扔雷 是的过来哇 哇这就是有点克制了 上把这是越南这里克制了一下 USA这个落地直接先吃一颗雷 而且还有个半血 他其实就是一个坑吗 就是一个坑 我觉得很行 这边被牵制住之后 芬兰第一个人就直接往这边去摸了 他有哪三两颗雷一颗燃烧瓶 该拿分了 天天吃点小鸡有什么意思啊 那他还补掉一个 多拿一分 干一点就没 最后一点最后一个人 占掉就没 没问题 靠雷拿到三分 这个就是该出来的时候就出来 没有毛病的 好另外一边 澳大利亚也不忍了 嗯 那么刚刚就是跟就是英国 澳大利亚自己的屁股 还是要小心点 因为芬兰代表队 他竞选的角度并不是很多的 是的 他这个就是重点 就是现在 澳大利亚的话是两面受限 嗯 就英国赛区对他也是虎视眈眈 但是 这边芬兰的话呢 是必定会打这种反坡 芬兰起步掉一个人啊 关键事啊 补一下补一下 哦哦 迈到一颗雷 炸倒了反坡一个 Fexy小鸭鸭 芬兰对手很难对他们施展进攻 就跟你对对枪 哦 我可以埋到一个打两个 你是 真溜 哈哈哈他的这一把自由人玩的是真好 哦 我觉得是了 老六位是真的是 太太关键了这个位置 是的 精髓得分 就得分能力 个人能力确实强 已经拿了四分了 倒了 房子里面显然不是很安全 啊 loki 有点pure上升了啊 紧pure上升 就有19年内外面被淘汰的 人不是很多 那他也就意味着有另外一个选择 是否能进入到拔场的内部 loki 再获得一分 哦 这个得分能力是很强 不得不服 真的 但是先头领上的 又开始没有任何人去管他的 他一直在盯着这边的离不哥 而这个群又刷了 一个南边的 淘汰了越南赛区对 一传四了 是澳大利亚这个位置太差了 他这个背后一直有 英国赛区在打他们 但是 但是芬兰的这个点 他就很受限 本来是在这一坨的 对的 两个的卢柯还有啊 哎 这个时候 索尔去丢了一颗雷 哇 我的天啊 他还刚好炸到了 你说的了 你这个索尔的掉顶雷 太致命了 这个掉顶雷 两个分数正啊 不敢相信 一就是 东南格局的一个问题啊 但是卢克 卢克这个点 好像给团队要付贡献了 这个雷 呃 炸到了车上 车大惨 还有最后的一颗燃烧瓶了 你们的作用已经发挥出来了 就是 配合上这个队友 新疆芬兰给打掉嘛 然后自己想过去的话 这个过点就很难过了 你除非要放大量的这个一线烟 新独狼 是一个 现在这缩梅花装 缩梅花装的话 他这个人数啊什么的 但除非两边就是 我只是觉得就是韩国赛区 可能在北部给不了 英国赛区什么威胁 第二 因为现在 印尼赛区已经没有地方能走了 就要打正面了 而且整个枪向角度对于他们压力 太强了 最后一个人 就压了 往前戳啊 对高点不能漏太多 这个人的枪向角度太立体了 位置的优势已经 用夸张来形容了 没问题 四打二这就是收割 卡住就行了 我这不给分了 不给分 那个什么 哎呦还踢克了一关了